最近进口蕾丝断料涨了三成以上 还有日币升值等因素影响 因此婚纱礼服专业相机的成本大增 有婚纱业人指出 三月份在台南市一口气就到了三家婚纱店 另外有三四家的财务吃紧 部分婚纱门市的指定造型师 摄影师都要加价 在荷包缩水的情况下 让新人调片率大幅下滑 婚纱店里新人愉快地摆着各种姿势 让摄影师拍照 可是有电物料上涨 薪水却没有涨 大家难免要减少开支 节约的方式的话 是想在拍照主数的话去减少 很多新人在选片或是挑礼服 他们在花费上面会比较有所节制 本来可能他要花五六万 他就变成只要花四五万的费用 婚纱业者表示 婚纱礼服多为台湾制 蕾丝段布都是从欧洲国家进口 专业相机三年内也调涨许多 进口的饲料 还有进口的蕾丝 物料都上涨 所以在进口的成本上面 那个礼服的部分 比去年都多了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 在我们这种专业用的相机 平均它寿命只有三年半 那所以说对婚纱业者来说 这个相机的部分会造成婚纱业的成本 也是会多出三到五万的 婚纱业者为保住客源不敢轻易喊涨 但少数财务持紧的婚纱店却撑不住 去年可能因为景气的影响 所以说有三家婚纱店 因为这样子而倒闭 业者表示继续苦撑的也不好过 民众希望景气好转 原物料价格能下降 新唐人的亚特电视 时间往台湾台南报道 新唐人的亚特电视